家里来客人必做15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抄右面子 第一道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五花肉新做法 相信99%的家人都没见过 金黄酥脆 大小朋友都爱吃 做法简单 看一眼就能学会 一定要收藏好 准备8块8的五花肉 真的太心疼了 放葱姜 料酒 蚝油 盐 胡椒粉调味 腌制8分钟左右 接着放两勺淀粉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 地里剪一根黄瓜 切成薄片备用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两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辛苦您了 油热后下入五花肉 小火慢煎出香味 再煎至六面金黄酥脆 最后切成老婆嘴的大小块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脆皮五花肉 一口一个嘎嘣脆 第二道 注意看别眨眼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大虾新做法 不用油炸 不用烤好吃到虾壳都不剩 九块九两斤大虾 减去虾头 这样可以轻松把虾馅取出来 虾头留着下次吃 再背上滑一刀 方便入味 起锅烧油 倒入大虾 小火边炒出虾油 不知再次起锅 下姜蒜小米椒爆香 倒入炒过的大虾调味 加生抽 蚝油盐鸡精白糖提鲜 中火翻炒至入味 有条件的撒上葱段 最后大火翻炒均匀即可盛出 这样做的蒜蓉大虾 鲜香味美 好吃到缩手指 第三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火爆全网的金针菇新做法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记得收藏粉丝 提前用我家的温水浸泡八分钟 地里捡的金针菇 把根部切掉 备孕再用 你发财的小手撕成小朵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 我都发了四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您了 接着在盘底垫上泡好的粉丝 摆上一层小蘑菇 放上儿子爱吃的火腿肠 再次摆一层金针菇 提前铺上大厨不外传的蒜蓉酱 锅中水开大火蒸五分钟 出锅前淋上一圈生抽 有条件的放上八十八粒丛化 最后浇上热油炸香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蒜蓉金针菇鲜香浓郁 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第四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饭店桌桌碧点的经典家常菜 没想到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大厨味道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记得收藏 树上摘的辣椒 用刀拍一下 再斜切成段 八毛钱的五花肉 切厚厚的薄片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锅不放油 直接倒入辣椒 撒入一圈毛毛盐 提前入个底味 开中火慢炒出香味 这是辣椒好吃的诀窍 重新起锅烧油 下入五花肉 将它的牛油煸炒出来 再加葱姜蒜小米辣豆豉翻炒均匀 倒入辣椒 接着加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调味 最后大火翻炒 八八六十五下即可 这样做的辣椒炒肉香辣入味 第五道 注意看别划走 这是最近火遍全网的西红柿新吃法 相信99%的人都没吃过 今天就教你详细的做法 非常简单 一学就会 树上摘的西红柿 改个花刀 再切掉西红柿底部 西红柿瓶用勺挖出备用 新鲜的肉末中加一勺玉米淀粉 接着打入两个年轻的鸡蛋 朝着太阳的方向搅拌上进 再把肉馅塞满西红柿 锅中水开蒸12分钟 蒸熟再把西红柿包皮备用 外婆种的黄瓜 切成薄薄的厚片 起锅烧油 下入姜蒜片西红柿调味 加盐鸡精慢炒出香 再倒入半碗99度的开水 记得开大火煮至沸腾 捞出料渣 然后加半勺胡椒粉 均匀淋入半勺水淀粉勾芡 煮好后把芡汁浇到西红柿上 最后撒上迷人的小葱花即可 这样做的西红柿蒸肉 酸甜可口 汤汁浓郁 超级下饭 第六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莲藕新吃法 不用油炸不用烤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一定要收藏好 树上摘的莲藕 先用老王家的刀背敲碎 接着给它剁碎 胡萝卜和前腿肉也一样剁成碎末 放入碗里 再加上藕丁胡萝卜丁葱花 一颗年轻的鸡蛋一勺生粉盐葱姜水 不爱干净的左手戴一个手套 顺着太阳的方向抓匀 使出吃奶的力气摔打两下 让它更加的入味Q弹 锅中油热 再倒入葱蒜炒香 接着倒入免费的开水 煮开后再转 小火捏出肉丸的形状 调味就放适量的生抽 再来点新鲜的青菜 十八粒枸杞 最后大火煮开即可开吃 莲藕肉丸汤这样做 汤鲜味美 营养丰富 老公一口气能喝三大碗 第七道 我是怎么也没想到 火遍全网的柠檬手司机 自己动手做居然这么简单 今天就教你详细的做法 别忘了点赞收藏 花十块买了三个大鸡腿 真的太贵了 把鸡腿放入盘中 再放姜片红枣和枸杞 水开上汽蒸二十分钟 蒸熟后加出里面的汤汁 才是精华 一定要留着备用 空碗放蒜末 小米辣柠檬香菜调味 加一勺生抽 盐白糖 关键来了 记得淋上刚刚的汤汁 用勺搅匀 鸡腿中倒入冰水 这样肉质会更加的Q弹紧致 接着用你的左手撕成小块 再淋上调好的灵魂料汁 最后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柠檬手司机 酸辣爽口 解腻开胃 第八道 我再怎么也没想到 往黄花鱼身上淋入一罐喝剩的啤酒 出锅瞬间就是老少皆宜的美食 好吃又营养 做法简单 看一眼就会 花八块钱买了一条黄花鱼 在肉厚的地方赶上花刀 这样更容易入味 山泉水里放葱姜 一勺盐搅匀化开 调成姜葱盐水 接着把黄花鱼给放进去 爱干净的就像我一样 左手戴手套 右手抓鱼 浸泡十分钟 这一步不但能去腥增腥 也是鱼肉洁白的诀窍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锅中水开 放入黄鱼 开大火蒸十分钟 蒸鱼的汤汁先别丢 倒出来一旁备用 接着放上蒸鱼三丝 淋一勺蒸鱼试油 最后泼热油激发香味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清蒸黄鱼鲜香味美 老人孩子都爱吃 第九道 妈 西兰花这样做 出锅大小朋友都喜欢吃 软嫩鲜香 比外面饭店的还好吃 地里捡的胡萝卜先切成丝 再切成片 两毛钱的西兰花也切成小朵 水烧开 加盐和油 这是西兰花翠绿不发黄的小妙招 烫九十秒左右 捞出备用 碗中打入六个年轻的鸡蛋 家里有条件的放两个就行 接着放一勺盐水淀粉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蔬菜中 干净的模具刷上油 接着倒入调好的鸡蛋液 给它封上保鲜膜 用牙签扎七七四十八个小孔 锅中水开 蒸十八分钟 取出再切成小块摆盘 最后配上老婆爱吃的蘸料即可 西兰花鸡蛋糕这样做 软嫩鲜香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第十道 为什么你炒的鸡杂又老又硬 那是因为方法做错了 今天就教你正确的做法 新鲜的鸡杂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加盐一点点白醋 把鸡杂的腥味抓出来 再用山泉水多 冲洗几遍 挤干水分 接着放姜丝盐 胡椒粉 蚝油生抽抓匀 腌制五分钟 腌好后热油下锅 炒出水汽 盛出备用 另外起锅下姜蒜 泡椒小米辣 大火爆炒出酸辣味 然后倒入鸡杂调味 加生抽老抽 继续大火翻炒入味 接着倒入蒜台 最后翻炒至断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酸辣鸡杂 香辣入味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第十一道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在家炒的猪肝又老又硬 那是因为方法错了 今天教你饭店大厨的爆炒猪肝做法 记得收藏 先拿出五块一斤的猪肝 加面粉食盐 爱干净的家人可以戴上手套 用我发财的小手反复抓拌 再加入山泉水 仔细多洗几遍 才是猪肝不腥的关键 接着加生抽 少许老抽 沿胡椒粉淀粉抓匀 腌制八分钟左右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起锅烧油 下姜蒜泡椒小米辣翻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腌好的猪肝 大火迅速炒散 炒到八分熟 有条件的下入蒜苗 最后大火翻炒 直断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爆炒猪肝香嫩入味 三碗米饭都不够你吃 喜欢你就收藏 做起来吧 第十二道 家里老人常说人到中年 一定要多吃醋泡花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花生非常有营养 今天这个做法 是我家九十八岁的老祖宗教我的 不炒不煮不油炸 简单好吃又健康 一定要点赞收藏 首先准备一盘树上摘的花生 把这种歪瓜裂草的挑出来 留着炒菜吃 加入一大勺长浆水 清洗掉脏东西和杂质 花生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蛋白 对身体好处特别多 清洗干净后 再用长浆水浸泡二十五分钟 泡过的花生会更加的饱满 然后用勺子给它捞出来 放入蒸锅里 水开上气蒸二十五分钟 蒸熟后倒出盘里晾凉备用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两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您了 然后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菜坛子 倒入晾凉的花生 再加十六粒冰糖 增添口感和风味 最后倒入陈醋 没过花生米即可 蜜蜂保存三天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醋泡花生 解腻生香 爽口开胃 越吃越想吃 每天早上来一小勺 吃上一段时间 第十三道 大家注意看 这是五星级大酒店要卖 168亿份的压皱好菜 自己在家做成本还不到三十块 一定要收藏好 九块九亿斤的五花肉下锅 煎至四面金黄 这样才能让五花肉肥而不腻 地里捡一根黄瓜 切成薄片备用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五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辛苦您了 重新起锅到提前煮熟的笨鸡蛋 转小火慢慢边炒出虎皮状 锅留底油 放入二十粒冰糖 搅拌均匀 等炒出枣红色 再倒入九十九度的开水 接着熬三分钟左右 漂亮的糖色就熬好了 然后淋在煎好的五花肉上 接着放葱 姜 蒜 八角 干辣椒 生抽 蚝油 老抽盐调味 倒入半瓶 昨晚喝上的啤酒 去腥增腥 最后倒山泉水 扣盖小伙们六十分钟即可 霸子肉这样软烂适中 酱香浓郁 拌上大米饭 我能吃三大碗 第十四道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有吃不完的丝瓜 试试像我这样做到丝瓜炒下人 清淡又营养 老人小孩都爱吃 这个我们村叫丝瓜 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 先去皮再切成滚刀块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三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您了 锅中油热 下浆 葱蒜 放入五毛钱的虾仁 开大火炒熟炒香 然后倒入烫好的配菜 放盐一勺鸡精调味 在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淋少许水淀粉勾芡 即可盛出 这样做的丝瓜炒虾仁 鲜美可口 全家人都抢着吃 如果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傅 你可要看好了 这是外面卖六八一份的柠檬鸡爪 没想到自己在家做居然这么简单 先把左脚的支架给它去掉 再对半切开 切记冷水下锅 加葱姜料酒去腥增腥 大火烧开 撇去上面的浮沫 焯水十分钟左右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五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 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您了 接着捞出 滚一下冰水 口感更Q弹好吃 沥干水分 再加小米辣 蒜末 柠檬 洋葱 香菜 生抽 老抽 陈醋 盐 白糖 香油 用你其中两只手 抓拌均匀 腌制两小时 时间一到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柠檬鸡爪 酸辣爽口 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勤快的妈妈 都会给孩子做这道营养早餐 营养又健康 今天教你详细的做法 学会了孩子第一个夸你是大厨 记得收藏 拿出不要钱的包菜 切成细丝 六毛一斤的胡萝卜 也切成丝 撒上食盐 翻拌均匀 腌制四五分钟左右 一定要挤出多余的水分 接着放入木耳丝 炒过的鸡蛋 放胡椒粉 鸡精提鲜 再放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葱花 少量香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地里捡一根黄瓜 切成薄片备用 不知不觉 我都发了两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就给我点个小红心吧 辛苦您了 再用祖传的棍子 把饺子皮擀包 中间放上调好的馅料 然后包成我这样 再放入蒸锅 最后上锅蒸九分钟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蔬菜卷 皮薄现后 再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 你可要看 好了以后金针菇买回家 不要总是煲汤了 你就试试我这个做法 味道好看 造型好吃 地里捡的青椒 切成小段 往里塞入金针菇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 我都发了一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 点个小红心吧 然后碗中加蒜末 生抽 老抽 蚝油 盐 白糖 一勺淀粉 半碗山泉水 拿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起锅热油 接着放入青椒金针菇 开小火把青椒煎出虎皮状 再倒入调好的蜜质料汁 开中小火煮三分钟 大火煮至汤汁粘稠 然后关火即可盛出 青椒金针菇这样做 汤汁浓郁 拌上米饭真的太香了 以后再想吃包子 你就像我这样做个素鲜大包子 薄皮大馅 比肉都香 首先400克面粉加5克酵母 240克温水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饧发备用 再把西葫芦和胡萝卜擦成丝 撒毛毛盐 杀出水分 攥干水分后 放鸡蛋木耳葱花 少许盐 鸡精 蚝油 一勺香油 搅拌均匀 饧发好的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小份后 擀成饼 按照自己的手法 包成包子 水开上汽蒸15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想吃你也回家试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鸡腿买回家 不要总是煲汤了 孩子都吃腻了 今天教你饭店不外传的做法 两块一个的鸡腿剁成两半 调味 加生抽 老抽 盐白糖 胡椒粉和蚝油 用白嫩的左手 抓拌均匀 腌制15分钟左右 地里捡一根黄瓜 切成薄片备用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500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心吧 辛苦您了 油温八九成热 再倒入小葱和姜丝 煎至焦黄 接着捞出来备用 腌好的鸡腿 倒锅里 翻炒个9982下 倒入用不完的腌料汁 转小火焖15分钟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葱油焖鸡 嫩滑多汁 鲜香入味 没上桌就被抢光了 请关注陆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 我告诉你 以后鸡腿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做 鲜香嫩滑 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 建议收藏 老婆花八块钱 买了三个新鲜的大鸡腿 太心疼了 不知道你们能卖多少 首先鸡腿把刀剁成均匀的小块 加一勺盐和山泉水 给它浸泡18分钟左右 这是有效去除血水和杂质的关键 鸡腿洗净 调味加盐 鸡精 胡椒粉 蚝油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讲卫生的家人 左手戴上手套 抓匀后腌制20分钟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三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辛苦您了 起锅烧油 下葱姜丝 小火煎炒至焦黄 煎好再捞出来 倒入已经腌制好的鸭腿 翻炒两分钟 煸炒出鸭香味 再倒入煤 用完的腌料汁扣盖小火焖煮18分钟 最后撒上迷人的小葱花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葱油焖鸡鲜嫩多汁 好吃到舔盘子 请关注陆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火爆全网的白菜豆腐新吃法 做法简单 一看就会 首先锅里撒上毛毛盐 再下入豆腐 小火煎至六面金黄备用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一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辛苦您了 另起锅下葱蒜小米辣炒香 接着放入白菜 黑木耳鸩唇蛋 火腿肠和提前煎好的豆腐 加生抽老抽蚝油盐鸡精调味 倒一碗滚烫的开水 最后扣盖焖煮十二分钟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白菜豆腐包鲜香入味 学会了全家都夸你是大厨 如果每天不知道吃什么 请关注立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 大家注意看 这是五星级酒店桌桌必点的凉拌黄瓜 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两块钱 这是一位六十岁的老厨师分享出来的 记得收藏 先把地理茧的黄瓜用刀仙切成条 再切成片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两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辛苦您了 接着往黄瓜中加适量白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左右 这样做的黄瓜口感会更加的清脆爽口 注意腌好的黄瓜一定用水清洗 杀出的汁水倒出备用 接着加蒜末小米辣 十粒花生米一勺生抽一勺香醋盐鸡精 家里没条件的再来点芝麻香油 用你白嫩的小手抓拌均匀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酸辣脆爽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请关注陆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菠菜新做法 不用油炸不用烤 厨房小白也能做出大厨味道 做法简单 一看就会 树上摘的菠菜去掉根部 切成均匀的长段 碗里放盐白糖生抽料酒 一大勺山泉水 一勺土豆淀粉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放入山泉水 加盐和食用油 先下菠菜梗 绰烫35秒 再下菠菜叶 超烫12秒钟捞出 这是菠菜翠绿不发黄的诀窍 地里捡一个土豆 切成厚厚的薄片备用 抠出红心是勤分 不点是本分 有缘刷到这个视频的 也照住屏幕给我点两下吧 让我也欠你一个大人情 谢谢您 油热 打入两个年轻的鸡蛋 快速炒香 炒散再放入蒜末 继续炒香 加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炒至粘稠 最后淋在菠菜上即可享用 菠菜鸡蛋这样做 滑嫩鲜香 我家三个儿子都抢着吃 喜欢你就收藏 做起来吧 大家注意看 很多人在家做青椒炒鸡蛋 吃起来水水的 一点都不香 今天教你饭店大厨 不外传的做法 非常简单 一看就会 树上摘的青椒 先切成丁 再切成条 碗中打入三个年轻的鸡蛋 蛋壳别急着丢 都说红心是勤分 不点是本分 有缘刷到这个视频的 也照住屏幕 给我点两下吧 让我也欠你一个大人情 谢谢您了 锅中直接倒入青椒 把青椒的水汽和辣味 全部炒出来 这样味道才更香 更好吃 接着把青椒 倒入鸡蛋里调味 加盐胡椒粉 充分地搅匀 锅中油热 倒入鸡蛋液 用铲子轻轻滑熟滑散 最后炒至六面微黄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青椒炒鸡蛋 鲜香下饭 喜欢你就收藏 做起来吧 你可要看好了 以后吃饭没胃口 你就像我这样 做一道开胃下饭菜 五毛两斤的黄瓜 切成小段 再切成硬壁厚的薄片 起锅烧油 下入三个年轻的鸡蛋 炒熟炒散 盛出备孕 地里捡一个土豆 切成厚厚的薄片备用 不知不觉 我都发了一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你锅中留油 放葱蒜 再倒入火腿片 开大火翻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黄瓜和鸡蛋 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盐和鸡精调味 最后大火翻炒一分钟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黄瓜炒火腿 清淡爽口 一周吃八次都不腻 请关注陆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做的水煮鱼 总是没有饭店的好吃 今天就把饭店大厨的做法 分享给你 鱼片切好后 加盐胡椒粉 蛋清葱姜水 红薯淀粉抓拌腌制八分钟左右 这样处理过的鱼片 是吃起来鲜嫩不腥的关键 空碗中打一个年轻的鸡蛋 用我祖传的筷子搅匀打散 不知不觉我都发了两百多个作品 还是没有您的关注 这个视频 您就给我点个小红星吧 麻烦您了 锅中油热 放葱姜蒜 干辣椒豆瓣酱火锅底料 充分炒香 炒出红油煎 煮倒入适量山泉水 煮三分钟 捞出料渣调味 加盐鸡精生抽 放入老婆爱吃的配菜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再开小火下入鱼片 等鱼片慢慢定型 轻轻用铲子推动几下 然后倒入碗中 放蒜摸辣椒粉 花椒99克葱花 最后铺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水煮鱼鲜辣爽滑 下酒又下饭 请关注陆小厨 让你的家常菜更丰富